好可爱的孩子啊 什么呀呢是猫胎啊 心跳能胖了 妹妹低调点 哥哥我只能在饭妹里 妹妹羞羞 哎呀我没有肚子痛想去 住一家去吧去吧去吧 卫生间就在前面快去啊 哎呀脚都干嘛 这小朋友还挺有趣 这怪物说这个还不赖 干嘛学我 差不多了 还学 你是在挑衅我吗 阿达 孩子呀 让人硬一点 哎呦 啊 阿咪我好了走吧妈咪 怎么上个卫生间还把衣服弄弄啊 刚才我遇到了一个 想要和我好像的叔叔 他拧我动手 还说我不成 我就跟他切脱了一下 我们好像 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吧 不可能 妈咪是我们的爸爸 那在我们载火箭呢 每个半生年回不来的 没错 他永远也不能回来 走 快点快点快点 但不行 啊 灌热了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啊 正義的事 叫我叫媽媽 是你家的腳盤 誰是你們幹嗎呀 你誰啊 啊 哈哈哈你怎麼來了 不是大姐你從哪來的 幾天沒吃飯了 準確來說是逃婚 甩你那個球戰老爸 說要把你家裡盪那首付 是見的不是他安排的 是呗 我跟你說 似從兩年前那個首付 莫名其妙的喜歡上我 就對我那倆孩子跟親生的一樣 窮誰不捨 把我那老爸感動的不幸 非要讓我嫁給他 莫辰 這樣我有想法 你用那個男人的錢 我要不要 我給你端茶凍水洗衣做飯 這樣 這樣我跟你說 我要是把那個首付介紹給你 是不是更懂了 過 你這次回來又是遇見那個 小婷婢 世界那麼大 哪有那麼巧啊 再說他要是知道我當時是懷著運跑的 我現在世界都得爭著一隻眼以防被暗殺 不是 小五的病 找到那個神醫的嗎 我就是知道了神醫的位置 才特地大老遠的飛過來 既然你這次是逃難過來的 以後凱姨弄不了吧 啊 姐妹這些年可賺了不少錢 也夠養你們娘倆一陣了啊 那去花 看著啊 看著啊 這整合成人民幣得有一百多萬了吧 你就用這個蛇皮帶裝著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過來的 你神經病 所以啊 你就好好收著吧啊 我聽說那個神醫的方子 一個方子就得一百萬 所以這一袋錢 最多只夠買一個方子 我現在給掙錢趕緊養活它們 明天 我就去千達公司上班 千達 好啊你啊 跟我去了同一家公司 還可以藏著味著 這不是為了給你一個貼心嗎 不過我聽說千達好像被那個 藝人集團輸購了 嗯 好像是一個七老八十的 我婆子 明天我剛好要去千達 明天是什麼方子 那秘書啊 就是不知道你說的那個總裁老頭 是誰 好不好相處 小總 明天收購的新公司 一切事宜已經安排妥當 好 別緊張 我起吧 趙經理 最近還忙嗎 還行吧 這不是給你帶幫手來了嗎 牟宸 趙經理 行了 我們新日總裁馬上就到 不過 做好你秘書的職責 不要想些有的沒的 趙經理 你放心 我們晨晨啊 是絕對不會看上那個傳說中 像老頭子一樣的新總裁的 誰跟你說新日總裁是老頭的 蕭總可是 還愣著幹什麼 快 給我迎接新總裁 牟宸走 我們在這邊 你不要 他不想看 你不要 你不要 他不想看 你不要 你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啊 怎麼了木晨 別跟我說話 怎麼了 小總 幹什麼 這張總我 我臉不舒服我要去醫院 這這這張總我臉這這這 這個手術我這這這要去醫院了 半鐘來就那個嘴上這 臉都已經爛了 還要來做我的秘書 用心良苦啊 梁牧晨 這是千達的供貨商大爺的小 如果你能讓大爺的劉總先下給我 我就讓你們講 小總我覺得秘書這個職務我不太能順利 我申請調稿 您還是並行申請吧 行 開成你的事了 可以走了 說行 要是離開 我就調查不到那個神醫了 嗯 小姐你六年了你還得這麼小心眼 嗯 梁牧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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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梁牧晨 放上 我收了你媽媽給我的五百萬 現在我的目的達到了 我不信 到時候 你也以為我是個小小子 不願收留我 愛上我了嗎 別太天真了 我當然是知道你是富家子弟才收留你 現在你沒用 還靠動的畫面 還靠動的畫面 就讓我留在灯灰的邊緣 梦一道望鮮 看見某年夢月 我們之間曾經說過的語言 就讓她帶走 就讓她帶走 你自己就讓她帶走 記得那瞬間 成為我們的去年 誰能發現 我的世界曾經有過你 沒有你 你等我那篇 道總 大哥的劉索隆 聽說很能搞 然後我也不就去 很搞不定 關我們什麼事 對了 聽說還是個老色皮 很有。 每場veda��� herum 一個 很好 其實有酒店之中 只是�니 他是自己拚 HAHA 鳴西 這些衣服 你肯定是肯定的 重 三 对不对 不过 刘总说的是 只要这次合作能成功 我相信肖总 不会亏待你 对对对 这次合作 本来就是一个共苦的组 哎呀肖总 咱两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喝的呀 多没意思啊是不是 我看不如这样 让梁秘书这样大美女 一起参与进来 这样才有意思 对不对 杀我 梁秘书咱们一起喝 来点刺激的怎么样啊 刘总 只要能签下合同 不过分的游戏我都可以 梁秘书为了叶子 我真贫命 为消准凡事 当年尽心尽力 哎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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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啊 你这个秘书请的好啊 真是现煞旁人呢啊 那这样你喝一个 我喝两个你喝两个我喝四个 你喝多少我都双倍奉还 不过咱丑话可是要说在头里 如果你输了 你今天可就得跟我回家了 你敢不敢呢 他当然敢了 梁秘书可是出了名的魏当女 什么都能说你自己的 是啊 当然敢 那今天梁秘书也要让我开开眼了 哈哈 好啊 梁小姐酒量可以了 是啊刘总到您了 哎 哎来继续 哈哈哈 够了 肖总可说的我拿下合同 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哎哎 我就喜欢梁小姐这样豪爽的性格啊 来来来来来 刘总我们这样喝太慢了 你先一口闷吧 刘总到你了 哎哎哎好 哎 看来差不多了 啊 哎梁小姐哎呀 我输了我输了 您您您真是海量啊 哈哈哈哎 你 哎 哎哟 好 刘总 那校秘书醉了 我们先告诉 哎 嗯 刘未如刚才可是答应我了 哎 他要是喝醉了 可是要跟我回家子 就不劳 萧总您费金了啊 可我记得你们说的是 刘秘书认输了 他才会跟你做 对啊 他喝醉了不就等于输了吗 啊 是刘总你先认输的 不是吗 哎呀 萧总都是男人嘛 何必这么跳身呢 跳死了 刘文子疯死了 你也看到了 梁秘书喝醉了 撒酒包 刚刚我担心你会多了没人送 已经联系你夫人过来接你了 这会儿应该快到了 你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小姐 你竟然拿我老婆来压我 哎 你 你想干什么 哎呦 我操 你妈敢打我 啊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干活不上 你住手 你怎么干 你爸真的叫我老婆来了 刘夫人 刘总喝多了 我给他行行酒 还不赶你起来 丢人呀 孙逸 合同的事呢 我做主签了 待会儿呢 让你的助理过来拿一下 你放我去 你给我回来东西 你放我 我自己回去 我刚帮了你 你还骂我 谁让你帮啊 我 我小兔 怎么就摆不多啊 老天 先来救救我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呢 你再乱动 我可不管你 谁让你管啊 你不要多管钱是 不要我像六年前一样赶你 你才走啊 小总你的耗动好了 好 你你干嘛 喂 你放开我 啊 你有病啊 小心我 我托你车上 托吧 车是神东的 不差两百 小总 你和梁秘书是就像是前人呢 你开你的车 这样的厉害 绝对的情况 你怎么这么多事 小明肯定应该都会 对天外 要多加一千块的兴致吧 就醒了 没 没醒 我再睡会 车开的这么长 扣一千 一点酒味都没了 喝的水吧 所以你刚刚 是故意骂我的 啊 啊 我我我我我在睡会 一尴尬就会显得自己非常忙 高学里也改不了你的蠢 你 我谢谢你 你完成了任务 秘书的位子交给你 不过现在 下车 我 小锦衣 这里可连鸟粪都没有 你下去不就有了 你骂谁呢你你别太过分啊 开车 喂 这男人戏怎么这么小啊 陈东 小主 掉头 是 小锦衣 小锦衣 对吗 跟什么跟跟蜜虫吗 啊哦 妈咪被赶下车了我们怎么办啊 跳车啊 这样不好吧妹妹太危险了 而且 大人家 真是 你这小鬼 怎么是你这个小鬼 怎么是你这你这你这大鬼啊 小锦衣 这几个孩子看着好眼熟 看着跟你又那么几肥相似 当然肯定没有您印记潇洒 进行平 这位叔叔 您的良心真的不会通吗 小鬼 你们两个是怎么在我后备箱的呀 这位叔叔和妈咪照片里的爸爸好像哦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爸爸在特工造火箭呢 叫你多看说你非要养出 光力气大有什么用的 火箭哪有在太空造的呢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沈东 你去报警 你们两个先给我进去吧 我才不要跟你走 你干什么是个坏东西 我是坏东西 警察叔叔救命呀 有人发败 你们两个吓死妈咪了 妈咪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妈咪别担心 他们打不过我 你欠双事是不是 苗木晨 小子 你怎么在这 这位叔叔和妈咪照片里的爸爸好像哦 这两个孩子 谁的 这两个孩子 谁的 你放开我妈咪 回答我 爹你要是不跟你打架 我就叫你爸爸 当然是我和我丈夫 你结婚了 当然 只不过 发生了一些意外 不方便让孩子们知道 小总 现在可以放手了吗 所以他们长得和我很像 只是巧合 不要脸 他们这么可爱 明明更像我 也不算巧合吧 他们的爸爸和你长得也有点像 你这是找了我的替身 你还爱我 你想多了 只不过呢 我这个人口味比较单一 喜欢的都是一个类型 好 很好 杨木晨 你可真有本事 最 нужно 你肯定是 速播 你 在 那个 你的 差不多 手 不 了 我 放心吧妈咪 我会保护好哥哥 让他乖乖吃饭的 好 好了妈咪要去上班了 你们俩记得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妈咪拜拜 妈咪注意安全 妈咪今天拉到台哦 好谢谢我的宝贝 拜拜 大家好 我叫梁牧尘 目前现在是负责交走的日常形成师晚牌 上了三天 居然是被开门 要是被干人落头 但是追责交了 是必须的 血涟怎么办 不如你 你说我对你 哎 事逢日下 现在有实力的 拼不过出卖色相 你们很闲吗 小总 您刚来您不知道 那刘总啊是靠他的太太上位的 他的太太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 这梁秘书要是通过其他渠道 签的合同让他太太知道了 他肯定会打上门的 这要传出去不好听吧 既然你这么担心 今天就去安保部报到吧 替我们看好千安达的大门 辛苦了 梁秘书跟我来一趟 好的小总 这个 虚妮女儿昨天害我受伤了药 懂了我这就转账 联系还有不拥 我把他来了 你怎么不得抢 本来我要去海市谈一个项目 但因为腿受伤出行不便 所以只能下周去谈那个项目 虽然这个钱迟早会到账 但少到一周 利息就少八百万 萧总 什么项目这么贵啊 我可是有硕士不业症的人 你少骗我 和北盛集团联合开发的度假村计划 价值百亿 等我继承家产 你拿钱找死 既然这样 那谁欠了债谁来负责 梁小琪 我给你三十分钟时间 立马赶到千达公司 来收拾你自己惹的烂摊子 他还不满五岁怎么负责 那就是他的事了 我从来都不惯孩子 要是小总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那等等 千达和锦绣江山的合作已经确定了 清功晚宴你来负责 好的小总 请问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我是不是给他压力太大了 才八百万也不多 他年薪百万只要八年就好了 怎么还给我白脸色 你们怎么周回又来了 我们到了在楼下 准备给妈妈送吃的 叔叔 听说你为难妈妈了 不是我为难 是你妹妹为难 他昨天害得我腿受伤当了不住审 你知道这其他的捺是因为什么吗 不过能说我来解决 但你不能挨弄我妈妈呀 你来解决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解决 我妹妹很厉害的 他能做你的保镖赚钱抵债 嗯 确实 嗯 梁木晨 你别太厉害 他才多大你就可以他当我的保镖 显然 你的孩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然累了 我家帮我刚好请下来 我没人照顾 你来我家当帮我 一周 可以两百万 你别太 你要么来我家当老母 要么 背着你的债务 嗯 小总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照顾人吗 我最最好的 为了找神医 我是这个人 叔叔 妈咪照顾人还一起 需要人自求多福呢 你确定吗 以前我们在国外都是 不许多福呢 你不许多福呢 你们两个不也是我带这么大的 走走走走走回家去 小总 我请带你去 我为什么会去走 你好玩啊 我就想整个好 你做了什么 什么 小总 那个厨房我都收拾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等等 干嘛 今晚十九点五十三分 十八号台风丑烛江灯已经 你们看到了 了 这玩意不也没有吗 你现在还要走呢 那我睡客房 客房 已经被我对马砸物了 你不会是想让我睡这个沙发吧 不然呢 难道我睡 沙发就这个 嗯我不睡觉 干嘛 不洗澡就睡觉啊 拜托我又没有换洗个衣服 你先去洗澡我给你拿 啊 改了给你预计 别怕估计是碰影影响了电了吗 我还没穿衣服呢 你这能干什么你快出去 这么黑能看清楚谁啊 你看什么看 快出去 谁要看你 我只觉得你的胸 鸡 还没有我看你 不得到 啊 睡觉 啊 你干什么 这么久没见 你就不想我们 不想 啊 少人寂寞自己倒是水底下 都忘了 哎 你给我起来 小弟你给我起来 大早上吵死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哈哈哈哈笑 你還瘋 你 你幹嘛 你瘋了 你瘋了 知道我的睡衣和船品多少錢嗎 你還嫌欠我的不夠多 你才瘋了呢 我能烤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賠給你 真的 當然 我什麼 你當我冤大頭啊 那是嬌藍黃金算是限量買口紅 原價三十六萬 我昨天剛才分我就圖我一次 算你三十五點八八萬 過分嘛 我今天早上照鏡子的時候 便自己嚇了一跳 我不管 我現在要去醫院做檢查 檢查的令書 金山總是賣十五萬 好啊 那我們來算算我售一和床品的費 座一 義大利高地比買收工定制 僅此一套四十萬 床品同品買贈送 十字也要十五萬 這加起來 你還要再給我 好啊 既然都要賠 那我乾脆一次你全弄髒 你有病啊 幹嘛 寶貝你怎麼來了 女士我現在是蕭總的保鏢 工作期間並止搭訕 小鬼 我好像還沒答應讓你來工作吧 我犯的錯誤讓我來承擔後果 為什麼非要我媽咪來 難道是你喜歡他 行 我給你三天時間 如果你做的好的話 我就讓你留下來打工完整 一言為定 我女兒就是女兒 工作中勿擾 媽咪媽咪 哎寶貝辛苦了累不累啊 這是乾媽家的寶姆阿姨送來的愛心便當 好便當媽咪收到了 謝謝我的寶貝 媽咪還要去工作呢 好媽咪不擋讓你工作快去吧 嗯 上車 上車啊 愣著幹嘛 我想跟你說一下 有什麼 那個我手機借我用一下 不借 用一下嗎 我手不借用一下 然是的騷擱啊 午休期間跟別的眼睛在這口車鎮 坐坐坐下車 沒電車樓出去 不是 你今天怎麼那麼小氣啊 今天本來打算跟你說完成任務 獎金的 現在不少了 撒走 我叫什麼 別嗎 在這兒我們坐著 好嘞 我看著 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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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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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梁秘書嗎 怎麼 不在樓下陪別的男人玩 你不是很浪嗎 是你乾了吧 梁秘書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 不能血口喷人啊 哎呀 你看这上面怎么说的 真吓人啊 梁牧尘以前是我同学 上学的时候就咳嗽了 为了不挂科 可以勾引西主任 西主任都可以当他爷爷了 哎哎 还有一个 梁牧尘的孩子 是他当小三生的 他出国留学的时候 没什么钱 住在同乡房东那 结果勾引人家老公 害得人家妻体子散 你个废嘴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说八糟 那视频呢 那视频上可是清清楚楚的 那个小孩子叫你妈妈啊 那是因为 什么意思 小总 你来了 这个女人她资料作假 她未婚 来应聘秘书 留在您的身边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 刘先说的是什么 假的 我呸 你不是没钱吗 没钱怎么去留个学 而且你还养两个孩子 前任他妈妈给分手费 小 一定闭嘴 小总 我们沐晨是正正经济结婚生的孩子 孩子他爸爸出了点事去离婚了 所以当然他才且着未婚 我知道 不容易找都散了 不 小总 这个女人中跟别的演的人在地下车阵 这要传出去多败坏名声啊 小总 您真的要把她留在身边吗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 让人觉得您不识人啊 怎么 你是在觉得我演乡吗 不不不 小总 我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她是个骗子 你身边不安全 我这是关心你 其他人都散了 你跟我来 小总 您找我下来是有什么事呢 你中午看到的 是这辆车吗 对 小总 就是这辆车 而且 我还看到车里 有一个老头 大概七十多 小总 您是不知道 那个梁秘书 一见到那个老头 那笑呢 那叫一个缠维 那一看 就是什么正的关系 老头 所以说你承认那些视频是你拍的 邮件也是你发的 呃 这 我是怕您被骗吗 这 小总 您的车不是故里边吗 我家里车拖的是 我想开哪辆开哪 杜宾锐 你随意杜战无限同时 自己去人身那里提辞职报告 而且以后在军事 你别想找到任何工作 别 小总 小 好 杳不沉 这是你逼我 开除 好 我知道了 你逗什么逗啊 就你也听不到吗 嗯 杜沐晨 没想到啊 他刚刚还在总裁 难怪萧总帮你 不是 哎你 喂 林惠小姐 萧总是变的一个女人 没事 不用管他们怎么说 你就安心办好清宫宴 到时候他们自然就没话说了 那我先回公司了 晚上见 嗯 小说 神医啊 神医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真想早点找到 你早点离开这个一群人都鬼 您与他人的公司 没事 萧锦衣你没事吧 你要这样的话 这地我永远也脱不干净 还不是因为你ct客犯太慢了 我饿了只能 Tesla 尿呆子了好啊 夠了是吧我最後就跟你做 想起你這個狗東西 我要趕緊找到神醫 然後離職還住來了 我毒死你 熱熟 啊 啊 死了 你蠢蠢 切那么点就不把手切过 你闯进来就是为了讽刺我啊 你没事吗 你能给我闯 你水一洗 你能给我闯 我闯了 我闯了 你 别躲 我 every time i see you could i know you but i mean oh 叫 cause 这两天你的手不要沾水了 你先出去吧 看你要你做的啊 那我是不是就下班了 不 我想了怎么 我要你当住家保姆 我偶尔是要吃宵夜 什么 住家 我没听错吧 这样我们就24小时都在一起了 对啊 你不觉得作为前任 待在一起生生成功是吗 怎么 怕 你是怕你再爱上吗 吃点洗钱进去去的我跟你说 住家是不可能的 我还要孩子要找你 我还有孩子要找你 不想消走你 孤家寡人的 当然没什么牵挂 哎 本来打算让你当住家保姆 给你加工资 一周可抵四百万 这样一算 你两周就能活动 多好的 可惜 有些人不知道好的 肖总 那我能不能把孩子也接 我们就那间客房收拾算 就算自己不挑的 随你 那我接下来 谢谢小总 怎么了 一小时 哎 发什么单啊 是吧 肖总 我还想请个假 今天幼儿园有活动 我得带孩子们出去玩 去吧 肖叔叔 你们也要去吗 我 肖叔叔很忙的 乖 妈你陪你们去就好了啊 可是我想让郑郑知道 我有爸爸 怎么回事啊 因为那里的一些小朋友 都做了 是我们美爸爸 可我答应了妈妈 你不能对小朋友动手的 你做的对啊 咱们啊 就讲道理 臭属属 爸爸妈这么大了 我咱们才能做那个 过了年里的小朋友 不讲道理 我说了 爸爸在造火箭 他们都不信 又就嘲笑我和妹妹 来欺负我们啊 宝贝啊 没事 今天啊 肖叔叔带你们搬回一场啊 吃饭吧 肖叔叔 你真的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吗 叔叔现在有事 一会儿啊 小五 妈咪说了 妈咪陪你也是一样的 肖叔 你陪有事的话你就先走吧 一会儿我们再 啊啊啊 这人怎么这么不是好歹 我帮他起围呢 没有爸爸的梁小琪 小朋友 不能这么没有礼貌 儿子 咱不和他们说话 听他们说话 妈妈的耳朵都脏了 嘿 妈咪我忍不住了 那弟 我们拳头不能挥向弱者知道吗 走吧 老师和同学们都在里面等我们了 走 小嗯 田主 打轮了 去帮我干件事 哦 我那个 那我那个那我过去快好了走 哎 omami 你这个烧祸 你没有男人就供应我的男人 自己没有男人就供应我的男人 你给当我妈咪 大家都过来看看啊 这个女人啊 她自己没有老公 看我们家招成她爸有钱 就勾当我们招招爸 像她这样的人 也教不出什么好孩子 我建议开除她的孩子 不 招招妈妈 大人是自己几个人就可以 不要养一个孩子 你别包庇她 我跟你说 她今天勾引我的老公不成 她改天呢 就会去幼儿园 勾引别的男家长 你看她一脸的红妹样啊 眼型的狐狸精 骚浪 见 说我妈说的对 看年轻轻的就带两个孩子 穿到还这么普通 就能来我们幼儿园 您是哪家的小三吧 金老师 如果这事你不处理 我们家会可是要找院长的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就你老公那个样 谁能看得上 麻烦你别哄抬猪架行 谁胡说八道了啊 看看这照片 你看看这里边照片 你是不是看镜头了 不但看镜头 还追着我老公 抛美眼 带着孩子出来玩 他拍的全是你这个狐狸精 你没事吧大姐 是他偷拍我 现在你说我勾引他 麻烦你找下之前 也把逻辑里顺一边行不行 疯疯他妈 你看这个照片 他是不是对我老公泡美眼了 可不是吗 这眼神 每个几千年的道行都修不出来 似狐狸精 老公 你说 他是不是勾到你了 这 啊 他刚才看了我好几眼 这么快的路不过 飞总往旁边过 还用胳膊碰我 肯定是想勾引我 真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我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吵架 金老师 今天的活动我们家参加过 就先走了 妈妈 哎你你可是我还在还有 你敢打我老婆 我听说你在千大集团上班 我现在又打电话 你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你打一个试试 喂陈总 我们外卫集团跟你们的合作 还可以谈 但是你要开除一个叫 梁木晨的女人 她打我老婆 而且还勾引我 哎真真 喂喂喂 你现在求我 然后带你的杂种儿子 给我老婆道歉 否则陈总来了 又开除你 而且还全是风扎你 陈总 我怎么不知道 千达集团有个叫陈总吧 麻烦你捏造身份 也捏造一个不容易被拆穿的吧 啊 你一个底层小员工知道什么 陈总是总助 前段时间千达集团 把一神集团给收购了 一神集团老板 要坐镇千达集团一个月 一个月过后 陈总就是老总 你不会说的是陈东吧 陈总的名字 是你能直接叫的 你算什么东西 带着两个没有爹的见种 好不宜找了一个工作 今天要要是把工作丢了 我看你拿什么养活他们 哎哎呀你敢打我 罢你就罢 还需要挑日子 你骂我老婆 骂我孩子走打 老公你你说句话呀 敢打我老婆 我今天就收拾你住手 你敢打我老婆 我今天就收拾你住手 这小丫头有点东西啊 别说你还真别说 宝贝你手疼不疼 妈咪妹妹是铁拳头不会疼的 我才不疼呢 他要上他们海边雷要上好多好多好多 陈总 你可算来了 你们公司这个小职员 明知道我有家事 还勾引我 明知道我是公司的客户 还打我 我建议 全行业封杀他 全行业封杀 还真是小心眼 你是陈总的秘书吧 他们高层说话 你少插嘴 他陈总都没阻止我说话 你会不会太宣秘多数 你不就是陈总的秘书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信不信 我让陈总全行业封杀你 陈总我保护你 好 我让他们说话 原来是早就勾得上了 我说你怎么帮他们说话呢 瞧你个屌词样 穿一身名牌 也抓不住这穷孙们 哈哈哈 你这个胖阿姨 不喜欢刷牙吗 张嘴镜好臭好臭好臭 你这臭小子 小小年纪嘴就这么臭 张小小你什么是礼貌 哎呀哈哈哈 你看打我老婆 我可是公司的大客户 陈总把这个人封杀了 我们集团 降低1%的利润 跟你们合作 从今天开始 千达和万伟的活动 全部终于 另外 全行业封杀完了 那是什么东西 还敢封杀我啊 陈总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你们口中看不上的人 正是千达老板 同时也是一城集团接班人 肖总啊 肖总这这 你说什么人 赶紧给我道歉 这这不可能啊 道歉我不接受 孩子他妈也给 你们可以滚了 这这可怎么办呢 我讲完了怎么办呢 他就是我的爸爸 你们看我有爸爸 而且我的爸爸很厉害 那小五你骗人 刚才还叫他小叔叔呢 你是个大骗子 不好意思肖总小孩子小不懂事 不懂事 原来伤害别人 就能一句话结果 我心眼小又糊涂 哎跟小七和小五的爸爸道歉 啊他不算了 回去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如果下次再让我知道 到在幼儿园里面欺负起 我就没这么简单了 那我 叔叔带你去玩攀岩 哎 等等我 小叔叔还有我 叔叔那我呢 还不快滚 到电了泡泡吧 收到 原来如此啊 不要不沉 完了 还这么睡了 啊 我在煮这个鸡蛋面 你要不要吃也 还挺好吃 哦 啊 你在做什么啊我好饿 鸡蛋面 我跟你说 我煮的鸡蛋面可是一寸一只 真的 那那你就煮我那个吗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 我怎么会不煮你呢 什么时候呢好快饿死了 我尝尝汤不汤 啊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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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火呢 喂 你放什么袋拿碗啊 算了 我不吃了 哎 我还想问问你那个清宫宴的事 怎么弄 你自己决定的哦 因为宁宣室 不想问你 我看只能吃饭 干什么 我 exux 在哪里 你吃了 不想聊的 喂 姐 我又遇到梁武晨了 姐 姐 我只是通知你一下 我萧锦仪还喜欢梁武晨 是个六年 我要重新追求她 回来 大晚上发疯 睡着 我觉得我的经历一样帅 应该没问题吧 你一定没问题 我走咱们上一次的服务呀 取得了非常好的收 期待咱们下一次 走走老板的电话 音乐 小嗦伙 我说 您要是被我拍到介乌是谁 我看消息 肖總 還錄了事情 正好把你的犯罪证你作为 小总你听我解释 我就是想看几张面罩 我没有想成这样 闭嘴 这些话你还是留着给审判着 别动了小总 小总你听我解释 小总 你一个庆龙宴和这么多 疯了吗 嗯 不是希望 小锦翼 别碰别碰解释 放手哎呀你别不好意思了 咱俩谁跟谁呢 滚开老子早就没事 别碰我只是当时出了车祸脑子有些浑浊 遇到了雷伤会偷偷 现在已经好了 真的 真的 那就好 我走的时候 就很担心 以后我不在 你大力会害怕 你担心我 那当然 我不担心你 就担心你 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要收我妈的钱 是因为 我不能说我答应不不能说 好 那就不说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你疯了我是一个女孩 我不在乎 你真是疯了 你堂堂议臣集团总裁 为什么非要跟我一个离婚 带两娃的人在一起 你不知道背后会有多少人指向你吗 我 我 我不在我这次 别人的话没有论定 只有你在身边才会 是吗 我相信 这是老天爷打开 究竟能让我再次喜欢 你干嘛 我敢不 赵总 最近传闻中你有问题还没有偷情 这位就是你秘书梁城 你们怎么混进来了 赵总麻烦你不要准硬话题 我新换的衣服 迷慧小姐事情办完了 麻烦视频签收一下 姐 姐 我的妈怎么不痛啊 梁木城我哪里像妈了 哎呀啊不要丢了 不是我的妈啊 你是那个那个大兔兔 你看起来很好吃的 好吃 哎呀 呃 哎梁木城 你这个臭肚子居然敢摔我 啊 你 你说不错吗 今晚就你事情了 梁木城 再玩好不好 放死 你赶个本木弄手 啊 梁木城 你后果自负 嗯 你力气怎么这样动员 喂梁木城你人呢 小总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当然在上班了 昨天的事情你忘了吗 昨晚发生什么了 是把小总绑子开了吗 梁木城你耍我呢 到底谁耍谁啊 小总就有未婚妻了 他说要被 未婚妻 你你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我未婚妻是家里安排的 我不会和他结婚 别找借口 你从来都不是听家里安排的人 不是吗 我告诉我梁木城这辈子都不可能当个小三 挂 喂 小总 DVA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梁小五确实是您的亲儿子 你说什么 他们真是我的孩子 千真万确 小总 梁秘书和你 我有孩子了 小五小齐居然是我的孩子 我有女儿还有孩子 梁木城 你直接把思操我孩子给我等着 罗哥 我有个朋友啊 如果我问你点事情 情况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不哥 那说句话呀 我那朋友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我是女的 你得叫我罗姨 好 第二 我已经将故人同意 私自做亲子见面 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更别提争取什么抚养权了 第三 我现在很忙 如果要咨询你朋友的事 出门左转 袁向和律师事务所 对了 如果要争取抚养权 建议你朋友 多跟孩子沟通一下感情 最好 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好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终生有的幼稚 宝贝们是谁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跟我的孩子培养感情的 你以为我是来找你这个错尔反尔的女人 什么叫你的孩子 我又没答应你的求婚 你真是真有意思 杨木晨 我已经知道了 孩子是我的 你这么做 是在侵犯我的知情权 还有态势权 啊 还有抚养权 你要跟我抢他们的抚养权 你要跟我抢他们的抚养权 爸爸 我就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 哎 你放下我哥哥 没礼貌 我是你们的爸爸 以后啊 要叫爸爸 你才不是我们的爸爸 我们的爸爸在特工叫果店呢 哥你快下来 妹妹笨蛋 萧叔叔就是我们的爸爸 你看 妈咪都没否认呢 萧锦衣 我不想骗孩子们 你确实是他们的爸爸 但这不代表什么 他们都是我一手抚养大的 你想抢抚养权 不可能 你回去吧 杨小虎你跟我下来 我不我想要爸爸 妈咪你不是也想要爸爸吗 我看你好几次都偷看爸爸的照片 我哪有 你别瞎说 木柴 我们单独聊聊 为温馨那件事我会尽快自己好 只是商业联姻 你我和他说好了仅仅是合作 他有男朋友的 只是男朋友比较穷 家里不同意 所以才找了我 真的 真的 我这有一天记录 可以给你看 算了 不用看了 我信你 真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答应我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对啊 我和你错过了六年 和孩子们错过五年 我怎么不回来 哎 嗯 陌生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嗯 妈咪你就答应爸爸吧 我也很想和爸爸一起住 我想每天看到爸爸妈妈 准备吃饭 好吧 啊 愣着干嘛帮忙啊 我也能吃吗 没煮你的饭 但是菜倒是多煮我一点啊 没事我这人天生不爱吃米饭 就好两口菜走 回去 啊 小姐你干嘛还怎么在呢 没事的 他把眼睛倒上了 啊 小姐 你的债务已经还清了 不需要再当报告的保镖吧 不行 你都是因为欠你的 妈妈才不要同意 让你进我家门 现在学校的事情解决了 你得去学校上学 哥哥也会去 这样你才能保护哥哥 知道吗 小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小总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现在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都会活不下去了 只要你肯定一劳动 怎么会活不下去 你当初害我的时候 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么下场 你这个贱人 是因为你抢了我们位置 本来总经理都跟我说好了 我马上都能升为左来秘书 结果你横空出现 靠身体脏位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愿意吃苦 我 闭上你说 我告诉我 沐晨能有现在的职位和勇气 全是靠拿下大约刘总的婆婆 不像你 目光只在公司这一步三 但否则我让你连搬砖洗碗都没联 小建议 做事留一线 你非要这么绝情啊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事情挂皇上 就你那点婆事 我四处宣扬 哦 对了 你还有我的私生怎么记你吧 他可是一直想坐你这个位置 那你就去尽管说 如果他能抢走我的位子 那是他的本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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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逼我 小建议老子杀了你 小小姐 大小姐 八小姐 你没事吧 是不是受伤了 快让我看一下伤口在那 妈咪 你行啊 看着我 我已经把歹徒支付了 小小姐 有本事让我一倍推出来 要不然我一直抱负你们 你给我等着 你还要报警 静音 其实我来签达是有目的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 找人 找谁 小五得了一种怪病 虽然说不会致命 但每天都需要注射药物 去维持身体元素 我打听到了一位世界文明的神医 他就在签达公司的研发部 研发部 我解释研发部总结 我让他帮我留意一下 好 这些天你自己带着他 请 其实当年 肖总 这新品发部会晚约几次的 您帮我一下 杨秘书 你看看 杨秘书 这些甜品你没有审核过吗 代金公司的两总夫人对芒果过敏 所以说芒果千层不明 还有 飞黄的刘总虽然很爱吃巧克力 但他最近刚确诊了藏尿病 所以说巧克力蛋糕也不能 可是其他公司有的人爱吃芒果和巧克力啊 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就不关注他们了吧 就算那些人有他们爱吃的东西 但也不代表一定要在公务宴会上吃的 我们可以在宴会结束后 在他们的伴手礼当中加入他们喜欢的东西就 但如果说梁总夫人和刘总在我们这 吃出了问题到时候可就解释不清了懂吗 嗯 说的不行 这件事交给你父子 你 就给梁秘书当助理 啊 怎么了贝贝 我还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下车 我记得了 这个月特朗 老白 bloc 我还记得了 那天 咯 不然他到時候怪你 隊友我得趕緊去打電話 幫敏慧小姐回來 肯定會給我很多報酬 梁美書 蕭董說帶你去個好地方 好你們在辦公室等我這次 我看你怎麼吵 我怕有人嗎 我這個組好像會了 有沒有人來幫我一下 你別走啊 有沒有人 你別走啊 不要太難 也不得了 你這都沒有這個幫忙 兩滅鍍呢 不知道 剛才出去就沒回來過 朋友 再掐完 喂 哎呀 好了 我还以为是错了 现在有人故意让我再放屁股 那么烫 好了好了 都上去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下 你這樣 好吧這東西好吧 你這個固子挺特別的 好奇阿姨的廢物 呃我聽說前面有家女照店還不錯 去看看 喂 好 呃我突然有點事情我們先去看 微博過來 這小姐 我們這兒的衣服很貴的 不買別亂套 這不是蕭姐你的心上的嗎 品味還蠻特別的 不怕 怎麼知道這質量合不合適 就算合適你也買不起啊 我建議你還是去南大門的夜市看 那兒的衣服便宜比較適合你 這就是你們店的服務態度 把你們經理都叫出來 經理 可算是我們是這麼老闆 然後是這麼老闆 你駿駿啦 你怎麼讓你走 地欄這麼高度是吧 那 我這段錄音放到網上 你們公司的人會怎麼處理你 把手機給我 怎麼回事 薛經理的 薛經理是吧 你們店員傲慢無理還敢喝 這是你看怎麼解決 這位女士 您剛才站的位置上有個戒指 我的店員回事 麻煩你讓我搜下你的包 沒有這個權力 我的店員回事 麻煩你讓我搜下你的包 你沒有這個權力 關鍵時候在童話中 修正還想出他老婆 為什麼不敢讓我搜你的包 我看就是個頭 我的店員 指責一個小偷 有問題 不是不敢 而是不願意 包是我的私人物品你拼著吧 再說了 如果到時候你隨手往裡放個什麼東西 我比就解釋得輕 那別啊 我幫你叫 傷了什麼 安 你怕不是在逗我 就算是搞安 他們也沒有這個權 再說了 我偷沒偷東西 監控一查便吃 監控壞了 別道理由了 什麼權利用權利 看你 你就是害怕 好啊 要翻我的包可以 如果到時候翻出來沒有東西 你就得發公告 澄清和道歉 你敢 有什麼不敢的 不過我們不光要搜你的包 畢竟你有可能把你藏布衣服 我們還得對幾位搜身 別太過分 黃隊長 搜下他的包 如果包裡沒有人 那就扒拉他的衣服 搜他的身 令我看你回覆 把他藏布衣服 那這裡 真是一種好戲啊 薛經理為了維護自己的小情人 在這裡誣陷客户 地藍集團 擁有真是他們的福氣 小小姐 您說到哪個意思 這個女人 穿的就像小和體的樣子 我看她進來的目的 除了偷東西 我想 想不到就去報課鍛鍊 想像力 而不是在這裡無限客户 這個是我弟弟的未婚妻 逆辰集團 接班了個未婚妻 透你們一個借據 用你的豬腦子想想 可能不可能 什麼 她是蕭總的未婚妻 她就是蕭姐妹的姐姐 現在研發部的老大 不知道她有沒有打聽到 神醫生研發部的美衛大神 愣著幹什麼 砸呀 啊 啊 我是說讓你砸了他們的店 嗯 看來 你還是太乖了 看好了 姐姐教你 面對這種狗眼看人低的人 該怎麼做 看好了 好 都是假約連城的展品師 很清楚 今天的損失都是因為你的失誤造成的 薛 薛經理 總財夫人 對不起是我的錯 是我狗眼看人低 你讓蕭小姐別再咋了 故事最早的話 我 我賠不起 蕭景溪怎麼又在發瘋 又 以前做實驗做得很煩 有個在家瘋 我們家沒人幹什麼的 包括你媽 也說我媽了 就算我爺爺復活了都得退避三生 我本來還以為你會英雄救美 結果幹啥都慢一步 屎都吃不上繞乎的 弟媳面前 留點面子 行吧 這些人欺負你老婆剛好被我撞上 我已經幫你老婆出過氣了 剩下的 你自己看著處理 對了 你們託我問的神醫 我有線索 晚上聯繫我 走了 就是你欺負我老婆 是她 是她看女孩夫人穿得不行 對她推骨子瞪眼的 薛富貴 我是你女朋友 你怎麼能這樣 什麼女朋友 從現在開始 分手了 小子老會開除她 並且罰了一個月薪水 交給夫人當了幾個損失 今天這些損失 我們也不需要消息起來賠償 還想讓她賠償 要不是你們 她也不會砸點 起雲是誰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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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損失 都會由她來賠償 這樣處理 你同意嗎 寶貝 剛才她還讓她們脫我衣服 縮我的身 還拿手機拍我 人家好害怕 把她換上 就在這兒 當眾換 小總 這裡都是人 我 我 怎麼 我都沒讓人當眾巴尼 你還不請我 你們兩個 拿出手機來拍 然後拷貝到優盤送到千達公司 怎麼樣 現在解氣了嗎 好點了 走吧 去買衣服見客户 我 活該 你敢認我 都是你這個賤人上的貨 你敢打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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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哥 你可算回來了 咱們倆都好長時間沒見了 應該好想你啊 這位是 我是她未婚妻 你是 你好 我是蕭總的助理 梁牧成 金一哥 你什麼時候會報工作 還要向你小面說 嗯 他不僅僅是我的秘書 也是我的女朋友 今天來 主要是要聊一聊幾座婚約的事情 正 你和你男朋友的關係 應該也還不錯吧 我 啊 這件事情我有聽說 不過只是你們倆之間的聯姻 不是兒戲 這個 來來來 金一 咱們進去說 爸 社長我還怎麼嫁給你笑傻 聯姻不成 但我們公司做假裝的事情半路 他們肯定不會幫我們 你閉嘴 你到底行不行 你要不行 我把你姐姐喊過來代替你 不行 那你就好好想想 咱們抓入景一的心 哈哈哈哈 我絕不會讓一個私生女來搶我的位置 哈哈哈哈 整一下 以後家裡頭 你得常來啊 沈董 我剛剛說了 這次來是要聊一聊婚約的事情 沈小姐 這是我從最新很火的網紅店買的 聽說口感不錯 沈小姐可以嘗嘗 兩秘書 像這種網紅店的蛋糕呢 只是個爆發貨和小事沒吃 我們沈家啊 從我爺爺的爺爺爺爺爺開始 就沒有取貨 這種產品 是入不了我們上流人家 沈小姐想說什麼的就直說 沒必要拐彎抹角 我的意思是這種垃圾貨色 就算是架了好門也讓人下不了口 蛋糕是 桶也是 麻煩梁秘書幫我扔掉 垃圾桶也有一點點 好 哎 哎 怎麼啦明慧 楊小姐買的蛋糕裡有芒果 我說了我對芒果過敏 她就生氣了 說我不吃好歹 還捧刺我 清清大小姐娇貴 哭哭了她的心意 她一氣之下 就把蛋糕給扔了 我沒有 你喊狡辯 我們這裡可是有監控的 清清楚楚的拍到你把蛋糕給扔了 簡易哥 你從來都是幫你不幫親的 這次 不會要騙她你的女朋友吧 明明是你說網紅蛋糕廉價 那我和蛋糕相提並論 他影射我價不定消價 你怕不是屬出八戒的吧 倒打一趴 清一哥他誣陷我 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呢 沈總要試試看嗎 這款蛋糕的味道確實很好 如像有些老品牌 民生想外表華麗 實在那裡根本不值你的價值 能靠品牌一價 如果拿出去售賣 恐怕也有用之 清一哥 耶 鄧董 拍照看頭部和胃口 就連我家長輩都喜歡吃 絕對比得上那些所不的牌子的 哈哈哈 清一哥 能夠的人應該是我 你忘了我嗎 不然呢 我不信我女朋友信你嗎 不僅僅是對你 他跟任何人我都最喜歡他 你 肖夫人绝不会允许 找一个这样的普通人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不像有些废物 只靠家里就算了 还喜欢仗势器人 沈总 我们就先告辞了 解除公园的事情 下周我们联合公布 明天我的助理 会去《绅士记者》 聊聊剧图过去 你今天 在生命会面前那样子 我脸帅了 亲一下 谢谢我 夸你一只你就上天是吧 我们这要去哪 去我家 不行 我听姐姐说 打听到了神医的下落 必须赶紧去找她 不好意思 我刚看你那眼神 以为你要吃了我 我特意带你去我家 想着今天孩子们都不在 好好过个二人世界 你讲什么呢 还是一号小五最重要 小景希在家等着我俩呢 放心吧 儿子我可是很宝贝的 是不是空调太凉了 肯定是焦紧姨在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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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妈咪我们好想你啊 妈咪妈咪我们好想你啊 妈咪也想你们 怎么啊都想爸爸吗 行 我想爸爸 你放我下去 我不放 你能怎么着 姑姑 想骑人 姑姑吧 姑姑想小姐一超 好虾头 要叫爸爸 姑姑救命 姑姑救命 快把我大嘴放下 胖死了 抱着你胳膊都死了 你赶紧接眼飞去 来来来来来 我才不胖呢 是你太太了 费叔叔就能同时帮我和哥哥 飞羽叔叔 梁飞羽 你们还有联系 费心心意 我哥哥通常就认识飞羽叔叔 费叔叔还是哥哥的医生呢 费叔叔对我们可好了 我想让他到我做 我帮你起步 从出生就认 到他们的爸爸 梁沐晨 你还有多少事情买着我 要不要给我个解释 记者吃 姐姐我跟你说一下关于小五的病啊 我干净 我一样 500 我罚 我冲 我冲 别学医了 干脆开个鱼汤店 那就叫电灯泡鱼汤店 哎 你看这套多白 白的跟电灯泡似 姐姐 我跟你详细说一下 关于小五的病情 你们来之前呀 我已经跟小五把锅卖了 放心交给我没问题 那就好 交给你 你是谁 保密 不然很多小病都要找我排队 我每天做实验 都已经够烦的了 嗯嗯嗯 哟 小锦衣 你会婚期找上门来了 锦衣哥 我被你爸打不出来了 我今天下午已经和你说清楚 我要和你解决会 你是说清楚了 但是我不同意 我们之前都已经出去约会了 那还不再追性交往吗 你们两个的事我懒得管 小鸡小五走 跟姑姑回妈咪家 说说吧 你们之间的约会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跟我说 她是你的假未婚妻吗 假未婚妻 你在外面就是和别的女人这么说我的吗 小锦衣 你个渣男 小锦衣不会骗了我吧 如果他真的有实质性的未婚妻 那我怎么办 你相信我 你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信你姓谁 孩子 小锦衣你别忘了 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个孩子 我们是 你就说是不是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过一个孩子 怎么了 这件事我晚些向你解释 你先回去 等我解决完了再找我 好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我们面说 能不能继续 你 你们慢慢聊 让开 现在这也就我们两个 你演什么 我没有演戏 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沈米慧 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直接说好都是合作关系 你有你的男朋友 我也有和别人交往的权 可是我已经和我男朋友分手了呀 你在外面和别人交往我们一起 这和我们结婚不是那么重点吗 你没事吧 我没想到我男朋友 你没想到我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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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和沐晨结婚的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了 婚约我会和家里人住去 至于两家的合作 继续还是重置你来去吧 你有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我孩子还没有住他就死了 我都以为你了 你去找我酒店住着 明天下午三点我再建议 带你去个住 你去哪 去找我真正的温婚期 你不许去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喂大师 他出去找别的女人了 我现在该怎么做 沐晨 沐晨你听我解释呀 啊 你莫辰听我解释 莫辰 莫辰 所以你打算让那个孩子怎么办 几年前家里安排我小妻 神明会找到我说他有男朋友 可以和我假装情侣 我不想再被家里放 就答应了结果后来 他为了配合我的商务活动 别人绑架 绑匪强奸了 等他醒来 因为创伤已经忘了这件事 他和他男朋友是异地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我只好说孩子是我的 那孩子呢 他在不知道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药 那孩子先天不足 所以打药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但他一直这样吗 不会 我给他约了心理医生 明天进行催眠 已经三年了 他也该面对了 你对他一点愧疚都没有 毕竟他是因为你才被保了 愧疚 但愧疚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拟 失去你们的代价 我承受不起 不对 我怎么觉得这事怪怪了 喂 靳一哥救我 哎 怎么了 走吧 我自己决定就行 你招广来怎么 咱们不是说好 有事一起面对的吗 我让雨乐过来带孩子去药园 好 石米辉 没有人 石米辉 石米辉 真的 把钱放下 出门又转三百米有个房子 你卫会进在那里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只给你五分钟时间 五分钟你不去救他 那个房子就会砰的一声 哈哈哈哈 喂 喂 喂 出门 还有两分钟 别回来 我带你出去 哎 你怎么知道 还不是我爸 非得说那个生命会出事了 让我来看看 你是爸 你和他 投赋一母的妹妹 你说 就我这个妹妹 一天出门 哼得带一个保镖 谁能想这次会出事 这件事 奇怪 走吧 跟我说一下 你别过来 别过来 靳一哥 靳一哥 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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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一哥 你快救我了 你快救我了 难道我在仓库看到他笑都是假的 是我的幻觉 靳一哥 我只想和你带他一起 我不想让他们在这 木珍 要不你先回去 我先留下 你到底在笑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在笑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 靳一哥 我好害怕 你要陪就陪着 我先带木车回去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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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让你 我有件事 跟你说 怎么样 我没想到妈 我妈几年前 和盛大强谈恋爱 结果盛大强劈腿结婚 我妈就带着我离开了 结果 几年后盛大强知道了 非让我回来联姻 结果盛敏会找到我 说 别让我回来 扣坏他们的音乐 现在看来 我的联姻对象就是消极你 所以说 盛敏会一开始就是 不如消极地去 这只是我的猜测 不过盛敏会这个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能会负责什么 现在看来他就是不想解除和约 我一定要小心以对 好 先不说就行 他怎么样 情绪很不稳定 医生打了一针镇定后 他睡着了 他家里人来找回 我才有空 回来休息一下 对了 对了 那个绑匪抓到了 他对保家和强军的事情 勾然不愧 那 现在想用催眠让他想起 几年前的事情 估计没办法 如晨 抱歉 我会想新的办法 处理我和他的婚约 你放心 不会让你等很久的 没关系 还真是挺拨得出去的 跟小姐一往不如记是吧 你 陈 你让我查的那个绑架案 绑架犯在进去后 将你得到了很好的事案后 绑架犯本人也因为得到绝省 而入狱不到一个月就送进了 医院进行治疗 这次那个绑架犯 我也查到了他孩子得了绝症 好 我知道了 所以我突然都有点不舒服 好像是那个 我帮我去买点那个钱 啊 啊好 那你先拿去 再帮他 你先拿去 姐姐呢 他没来 怎么了 他不在 你的情绪倒是蛮稳定的 我听不懂你跟他说什么 听不懂 那赵大名 你认识 或者是赵子俊 你能听懂吗 你有病吧 护士 护士 你认真想想这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家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会认识 你不认识的话 我们知道你认识一下 那不如你再好好看见这个 认识你 果然是你设计的吧 包括两年前的绑架 根本就没有怀孕 根本就没有怀孕是不是 你知道又如何 应该不会觉得 他们相信你 我早就调查过了 你不过是余孙的一个平民女孩 当年要不是锦衣开车经过余孙 你突然出现急刹车 出了车祸 尼亚之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交集 看来你对萧锦衣的过往很是关心嘛 你喜欢她 是不是 你口中所谓的假联姻 无非是为了接近她的说辞 你 你出去 我没有被强奸 你胡说 你胡说 怎么了 锦衣 他为什么说我是被强奸的 说我和你的孩子 是别人的 没事没事 别冷静点 别激动 你还没出去好不好 不想和你在一起 明天出去了 你要的东西再在 怎么了 有个好东西 想让你们身上有个看见 什么东西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是吗 知道有如何 你关掉 你居然算错了 这些年明明都是我在你身边的 你为什么看不到 心想念念 就梁不舍这个拿鞋被关你的女人 慕晨当初不知道我的小姐 你呢 是因为身家快不行了 随时又想帮上我们小姐 我没有 静音 不是真心喜欢你的 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思呢 如果只是想念音的话 其他家族的儿子也不是不行 对不对 你的喜欢 我承受不信 两个早 跟这种你都待一会 我都觉得可惜 啊 喂 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帮不了你了 你们缘分已尽 大师 有没有什么 就会互相寻之类的 我直接在网上看到说是很灵的 没有 喂喂 小警医 小警医 是你逼我的 为什么能走的这么心里 会一直往后 要谦卑 快卑的 华会人 喂 爸 听说你又失败了 对不起爸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别人是拆不散 小警医和那个小贱人的 但有一个人可以 你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做 做不到就早点放弃 我让你姐姐上 这下能量 喂 小伯母 我是敏慧 幸好你聪明录了 不然我不知道还要被他蒙骗多久 不是 你平时看的挺痛 怎么睿睿看不出来啊 谁能想到一个女人 会拿自己的清白和名声 来打到某些木头 这真是疯了 还好我是个女人 只相信你 这要是换成电视剧里的罢子 不得虐杀和实体罢兵 看来 你没少看罢兔剧了 啦啦啦 好啦 你这两天堆积的工作应该不少吧 赶紧去工作 我不想去上班 孩子们都去上学了 那好不容易有个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你个头都老老老 气了还二人世界你啊 你干嘛 工作事情老推一推 先给小伯小伯 喂干什么 赶紧去工作你放开我 你放我下 可可 好 菲菲 这是萧龙的萧夫人 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 菲菲是吧 辛苦你们协助紧离婆婆了 这些呀 是大牌的香转和包包 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梁小姐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没带你那份 你毕竟现在 一定不可能看着那些东西 你出来炸弄 还没给公司带来什么精神笑 确实不适合属下这么贵重的东西 几年不见 你倒是变得更加临压力齿了 可惜呀 像我们萧家这样的大家伯 不是靠着你肩临压力 费人的劲 萧夫人 萧家与我而言 就和余芬的营营没什么区别 没区别 你怎么不嫁里面 那个什么灵的哥哥呀 反而纠缠着我们家姐姐 当然是因为我爱你 爱他 你爱他有什么用啊 我们富人家的聚会 你知道怎么应酬吗 你知道怎么让他的财富 搁上一层楼吗 这些你都不懂 你只是想要他的钱吧 看来萧夫人没认真打听过 这几年我在国外都谈成了多少事 他这么自信 莫不是这几年真的有很大涨劲 这几年我跟我爸在家混吃混合 你能打听出来 算我舒服吗 就算你有什么长技 那又怎么样 我们连姻选的是门当户队 深点 现在虽不如从前 我也不算满意 但瘦死的骆驼 你满蛋 你一个女生女 她是彻彻有余的 所以今天萧夫人过来找我 是想让我离开小锦衣 让她继续接受联赢 但是萧夫人你又没有想过 锦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她太年轻 还不懂得选择 我作为母亲 必须替她选择最好的 最合适的 好 后天呢 就是她的婚宴 你要是不懂 可以来见识见识 什么叫好人 好 金义哥 没想到最后 你还是要和我姐夫人 不 再多也没有 一会 我不问你说一下听话声 到时候 你就会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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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好好 小姐你怎么进来的 不要太远了 我也太危险了 不行吧我的老安全工具 我们一起爬下去 小车只有外公的车 外公 外公 一定要把人抓过来结婚 我倒要看看 谁敢抢我的女婿 孝夫人 您还把事件数不清了呀 不要说总是已经正确了 许子 阿尔汗先生 什么女婿呀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一致 孝夫人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父亲 亲生父亲 不可能 不想想除妨女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有钱的爹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是不是那个 陷害我女儿 勾搭我女婿 差点把我的宝贝孙子孙女 变成死生子的女人 快给梁小姐道歉 快道歉 对不起 梁小姐 我错了 宝贝女儿 你现在开心点了吧 还是不开心 好吧 斯蒂文 天亮 就让身家破产吧 都已经道歉了 你为什么还要改进察觉 欺人太盛 你道歉 把他带走 快 宝贝女儿 你现在开心点了吧 开心吧爸爸 宝贝女儿 赶紧回去继承爸爸的家业吧 爸爸有好多钱没有人继承 急死我了 牧晨 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咱们就 子儿不转就今天 我没有带证件了今天 我没有带证件 白了及时吧 好啊你 原来你造羽毛 妈咪 这我给你和爸爸准备的结婚礼物 快跟爸爸去领证吧 妈咪和哥哥都喜欢你 那我就勉强 让你当做我们的爸爸 爸爸 妈 来 妈咪